那么这就会在饮食的过程当中 一个会有吞咽的困难 会对吞咽的造成影响 再一个就是说会有破裂的危险 所以实际上针对他这种情况 我想如果说是非常小 不足以引起任何的反应的话 那么你如果说让他做一个手术 病人也是很难接受的 所以我就觉得针对他这种情况 要针对性的来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看看这个瘤的大小位置 是否真正影响到 你的食物进入的功能的发挥 如果是有障碍 那么还是建议早早采取措施 来进行相应的治疗 不知道江苏潘先生 有没有听清楚 丁一博士的解释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 是一个信息服务性的节目 如果您真的有哪一方面的疾病 还是应该及时到当地医生 那里去进行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耽误 我收到在几个星期之前 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是我们的一位观众 一位老先生 河北的王振一先生 他发给我本人一个电子邮件 发给我们这个听众信箱电子邮件 然后转到我这边来 我把他这封电子邮件 我就有转给你 就是说王先生 他谈到他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问题 消化系统出现的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 他这个电子邮件比较长 但我简单的念 其中的一部分 他好像他是说 一开始他觉得是 好像他自己这个消化系统 没有病 别人消化系统有病 他还说去开玩笑 后来他自己做了胃镜检查以后 证明叫前表现的胃炎 或者应该是优门炎的原因 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后来他就发现他有反流 食管反流这个问题 后来他自己又说 他为了来避免食管的反流 他后来不吃晚饭 晚上临睡之前只喝一杯豆浆 他说有作用 所以能替王先生 他的电子邮件 你已经看过了 分析一下他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说通常情况下 食物没有从我们在吞咽之后 食物没有从胃当中 然后反流进入食管 我们没有感觉食物是出来了 除非就说你有特殊的动作 或者是产生特殊的机械压力 那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呕吐 除了这个情况之外 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我们的食管的末端的 有一个食管的扩约肌和胃之间 形成了一个食管胃的高压区 因为它压力非常的高 所以就可以阻止胃当 胃内容物反流进入食管 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但是这个高压区 它是受到了 机体的神经内分泌因素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通常 它是受到迷走神经的调控的 那么如果说 机体在特别紧张 或使用了一些呢 交感神经的药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通常的食物当中 也有一些刺激交感神经 像比如说咖啡啊 多巴胺啊 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 药物或者是食物当中 有这样的成分的时候 那么就会呢 松弛这个阔越剂 有这个松弛阔越剂 降低迷走神经的 活性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就会使这个高压区的压力减低 那么它的压力降低 我们知道胃呢 是在不同的收缩梳张 那么梳张的时候没问题 它的压力比较低 但是它本身收缩的时候呢 它的压力会很高 那么如果说 你的高压区的压力降低了 那么食物就怎么样 就进到食管当中来了 而且我们说呢 食物当中的这些消 一个是主要的成分盐酸 以及呢 一些呢 这个消化液 胃蛋白酶 这样呢 就进入到了食管 继续对食管病进行消化 所以通常呢 就会引起呢 一个是食管的溃疡 有的人呢 会就感觉 一个是我们比较明显的症状 就是反酸 反酸 会感觉反酸 有的人甚至会出现呢 上腹部的疼痛 或者胸后的一种疼痛 这种情况 这就是呢 一个食管反流的 一个典型的 这个病例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说呢 我们一个是呢 要从饮食的角度上来考虑 就是说呢 要避免一些呢 这样的食物的作用呢 还有一些呢 我们说 可以引起这个 食管胃高压区 压力降低的这样的作用 另一方面呢 我们说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区域呢 要受到呢 激素的调节 也就是说呢 你像在胃呢 它会产生一种 胃密素 这种胃密素呢 当我们吃了一些 脂肪性的食物的时候 那么它会分泌的增加 那么就可以引起这个收缩 但是胃舒张的时候 胃密素分泌的减少 那么又会引起呢 也会引起呢 这个高压区的降低 那么但是这个不影响啊 因为胃舒张的时候 本来压力就低 不自造成反流 但是你如果吃了一些过酸性的食物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呢 也会引起呢 胃密素的分泌减少 那么这个区域就会怎么样 就会也会出现呢 压力的降低 那么酸性的食物 压力降低 那么如果这时候 还是在压力增高的情况下的时候 那么就会有食物的反流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机械性的 机械性的降低了 比如说压迫啊 或者其他体位的改变 机械性的减低了这个压力区 那么也会造成了食物的反流 从而呢 对呢 食管壁进行消化 造成亏扬 以及呢 一些相应的症状 刚才这个发电子邮件的这位 王先生啊 王振一先生 他电子邮件讲 他年龄比较大一些了 79岁了 是一位老先生 这个 他提到的他这个问题 和年龄有没有关系 实际上呢 和年龄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我们说呢 微肠道的疾病 通常呢 大家会发现呢 有的人年轻的时候 非常非常健壮 那么微肠道呢 即使说 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也不会呢 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么作为这个 小孩和老人来讲 似乎呢 更容易 更常见的 出现胃肠道的疾病 这就是呢 从儿童来讲 胃肠道是呢 发育相对比较晚的 发育相对慢的 这样的器官和系统 所以呢 往往会出现 胃肠道的疾病 一旦呢 有这个冷的 或者是不良的 这样的食物的进入的时候 马上就会出现 呕吐腹泻 反应非常的强烈 作为老人来讲呢 实际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 整个机体的 这个功能呢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那么作为胃肠道来说呢 它也会有功能的降低 包括呢 像乳动的减慢 以及呢 我们说 消化液的分泌的减少 所以有些人就会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食欲不如以前了 吃不了那么多东西了 好像在吃了之后呢 也消化不了那么多 这是所以呢 在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的确是有消化功能的系统的 这个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的下降 好 回过头来 还有一些其他的常见的 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 我们再来谈一谈 我们再来接一些电话 江西的林先生 江西林先生你好 张家好 我问一下 这个胆结石 要寄口吧 什么不可以吃 什么不可能吃 我老婆总是那么有胆结石 她那个豆干总是不敢吃 不知道豆干能不能吃 嗯 胆结石 好 感谢江西的林先生提出了 胆结石 嗯 应该不应该忌口 有些什么东西是不是不可以吃 嗯 实际上呢 这个呢 要分呢 它是一个具体的 什么样的情况 引起了结石 因为呢 在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呢 非常的复杂 那么有的时候呢 可以呢 因通常的单一原因 引起的这种结石呢 也是比较少见的 针对他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呢 胆结石的确呢 是需要的忌口 嗯 那么一个是呢 我们说呢 哎 通常这种胆结石的发病率呢 鉴于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是有营救食的 喜欢喝酒的人 这种不良的刺激 会引起结石 会引起胆囊的一些病面 还有呢 你像呢 有的人不吃早餐 哎 我们通常会发现呢 有的人不吃早餐 到中午呢 哎 一直饿着到中午呢 一块解决 这样的人呢 也容易呢 出现呢 结石 嗯 那么还有呢 我们说呢 胆炎的分泌 是和你摄入的 你喝 因为我们说呢 胆质当中 它的主要功能 是来消化脂肪类的食物 嗯 就是说呢 你摄入的 这个脂肪类的 肉类 或者是油类的东西 比较多的时候 那会刺激胆炎的分泌 嗯 那么这也就是说呢 胆炎的分泌的多 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去 那么它就会呢 造成有结石的危险 嗯 也就是说呢 结石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胆质的淤积 所造成的 嗯 哎 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说 饥口还是需要的 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呢 烟酒 这些我们刚才一定提到过 再就是呢 脂肪类的食物 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嗯 说到这个吃哈 这个消化系统 这和吃更是分不开 那中国还一句俗话 叫民意识为天 中国的饮食文化 也是历史悠久 吃东西啊 中国人吃东西 吃的一些种类啊 东西也比较多 花样也比较多 我听说有人啊 说吃的这个面筋 嗯 我知道你可能知道 面筋是怎么回事啊 面筋把它 呃 吃面筋以后 会会不舒服 会会过敏 嗯 这有什么道理吗 这个面筋 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我知道有人把面筋 它做汤 还有一种做法是 面筋做成一个 油炸的东西里面 包上肉那样 来做成那样的肉圆 嗯 对的 实际上呢 每个人的身体里面呢 它就是说 它的不完全一样的 因为呢 你像有些人呢 他就发 我们有一个说呢 就是一个乳酸不耐 嗯 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呢 有的人呢 体内呢 就消化系统当中 就缺少乳酸酶 嗯 所以呢 他 当他在有一些乳制品 进入的时候呢 哎 就因为这些乳制品呢 不能够被消化 而且呢 会 因为他呢 不能够被消化 不能够被消化成 更小的分子来 被机体吸收 所以呢 相对呢 就会在肠道当中呢 形成一种呢 哎 这个相对 伸头压比较高 嗯 就会使得呢 我们说影响 他的渗透压非常高的时候 那么机体的这个血管 淋巴管呢 就不能够从这个肠道当中 把一些水分呢 吸收出来 嗯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肠道当中 水分会呢 积聚有